你找主持人再核实一下 你问我 把上面这几个灯再试一下 好的 这什么份儿 烧焦了 娘 有问题吗 什么情况 你练了怎么 练了 出问题 怎么办 练了 你找人 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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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太可怕了 怎么会有警铃 张总监 你来得正好 演播是因为电线导入着火 你作为负责人 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我 不 好 我认为 找负责人承担责任是应该的 但是问题是 你把公司的这些老员工 全部都裁掉了 没有人了解公司的线路 找到临时电工来 他不可能不犯错误 这是你的决策问题 他们根本就不了解 整个公司的线路 你这是不合理的 就是想跟你说 你还说了 我这些工资全部扣掉 你俩这一唱一喝的 说说好了呢 长青 你这是在 替你女朋友出头吗 是 好 我告诉你 我可是按照公司的 规章制度办事的 希望你能够理解和配合 还有你 张晓纳 人员的事情你自己想办法 出了问题 你自己承担 什么事 你不要啊 你干什么 没有那么跟他说话呀 我为什么不能这么跟他说 你真的今天更恨我了 那又怎么样 我是就事论事 他是不是因为他决策失误 导致了今天的火灾 就是万事就得那么说吗 那我应该怎么说 我不会搞人事那一套东西 女朋友怎么了 你以为上上下下公司 都不知道吗 谁知道 当然所有人都知道了 你知道 你小点事 我们是有感情的 我们的行为 举止 眼神 都是不一样的 你小点事 别人只不过是不当着你的面说而已 别老实自欺欺人 行了 我们不在公司说这个了 今天晚上回家 咱们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你啊 你 越 越 越 又是你 什么毒箱 杨总 怎么了 防火嘛 心上的灭火器 没人搬哪 只能我来了 要不您那个再再 行了 你不用再说了 财员的事情我已经定了 他不可能再回来了 不是 那我咱丑话先说在前头啊 那如果出了什么事 我这小身板可顶不住啊 不是 杨总 我跟你说财务部也没人了 要不你先把灭火器 钱给报了吧 杨总 你不能这样啊